一個是人物生成一致性 也就是MeJenny今天發布很牛逼的功能 就是人物可以生成一致性 它這個功能免費可以替代 也是支持上傳人物及人物參考動作 我筆記裡分享的都是免費能源的 沒有付費的 然後另一個AI工具是聲音翻譯 它這個聲音翻譯跟其他不同 它不現實 反正一個文件很長都行 它可以直接翻譯成英文說話的聲音 並且最重要是保留語氣 這個我簡單介紹 等一下再詳細介紹 人物一致性 它其實就是上傳一張特定的人臉 然後參考動作可上傳也可不上傳 最後再通過提示詞 就可以生成出保持這個永遠不變的一致性 這個就可以平替MeJenny今天敢發布的那個功能 這個AI翻譯音頻翻譯一般是視頻產用 把視頻跟音頻分開然後把它翻譯成英文 之前翻譯很費勁都得付費 而且語氣什麼也翻譯的不好聽 這次這個升級基本上就能用了 翻譯成中文它說的話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大家可以試一下 下面簡單介紹一下它的操作方式 這個英文是通過Flyer 後面不知道不會念 反正就上傳一張門面 然後它就會生成出特定的這個門面不變 再上傳參考圖 其他的案例都是一樣的 這樣子就可以保持人物一致性 這個鏈接我都會分享在我筆記 這個是今天的我會分享在這上面 我筆記一般就會用鏈接我這簡單的一些實用教程 太簡單了其實不需要很複雜的實用教程 第二個就是音頻翻譯 這個就解決了那個11那個什麼很牛的音頻網站翻譯很貴 這個翻譯出來的效果我展示一下大家聽一下 這個是中文 我只分享免費的 愛愛工具 這樣所有英文都能要散 不限有些面管把牛肉寫得超級薄 把痕截面發揮到極致 比如這段是我中文的語氣的聲音 我把它目標語言更換成英文 然後輸出的效果 它的優點就是免費翻譯 而且生成出來的效果也非常完美 可以平地那個叫什麼收費最貴的 最牛逼的那個11音頻裝範 好了這期就到這 後一試看 離開 斤